北魏游皇后荒诞的一生 诅咒皇帝给皇帝戴绿帽 逼亲妹妹出家 孝文帝拓跋红最宠爱的女人冯氏 又称冯昭仪 据也使记载名为冯润 自妙脸是拓跋红名义上的表姑 二人虽辈分有差年龄却相近 太和初年冯太后魏宝家族延绵不衰 下令让侄女冯卿冯润入宫 不同于出身嫡女的妹冯卿 冯润只是淑女 然而孝文帝十分喜欢自容妩媚的冯润 很快容封贵人 后来冯润生了卡血病 不得不出宫返回娘家休养 孝文帝宜然记挂着她 太和十四年冯太后去世 守校三年满后 策立冯卿为皇后 四年后孝文帝听闻冯润病好了 便立刻将她接回宫中 册封为仅次于皇后的昭仪 公元496年 在冯润的窜夺下 拓拔红将冯卿废为树人 送至瑶光寺修行 第二年冯润当上了皇后 史称幽皇后 除灯后卫的冯润更加嚣张 跋扈起来 她甚至要求皇帝只能留宿她的寝宫 拓拔红也一分无奈 还为她开脱 可见当时的孝文帝很爱逢幽后 幽后不仅善妒 还有涉嫌谋害皇子 幽后一直没有子嗣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 她需要一位皇子 皇子的袁克功顺千良 成了幽后的目标 公元497年 袁克生物突然去世 据传幽后派人所为 为了袁克当上太子 他又设计费杀了原太子允许 袁克成为太子后 两人关系日渐亲密 太子恪守孝道 幽后也把她视如己出 公元498年 孝文帝第二次难政 幽后趁着皇帝离宫 无人约束她 便耐不住寂寞 于宫中直视高菩萨思通 豢养男丑们 私下里联合她的母亲 使用五谷之宿组 祝父弟早三 还仗势意图逼迫孝文帝 包媚彭城公主 嫁给其弟弟冯素 彭城公主坚决不足 茂宇找袁红告发了 冯优后的仇事 在与冯优后秘密谈话后 孝文帝没有撑出优后 仍然保留了她的皇后位则 和相应的尊严 优后的待遇仍旧和以前一样 但她下旨让太子元克以后 不许再去见优后 并把优后在后宫的男宠们 全部处死 公元499年 孝文帝身染重病 不久后 孝文帝病逝 年仅33岁 孝文帝临死前留下一诏 遣散后宫的妃皮 让他们离开皇宫 孝文帝担心在自己死后 优后会甘政 便下令刺三优后 以父后治理安葬 并且让优后死后 和自己合葬在一起 优后在接到诏书的时候 顿时被吓得花容失色 嚎啕大哭起来 不愿意相信孝文帝会刺死他 试图逃走 并拒绝服毒自尽后 幽后被强行灌下毒 结束了自己荒诞的一生 视好为幽皇后